各位朋友大家好 欢迎您收看小马视频 我是小马 今天咱们继续学习Python 今天咱们的主题 大家请看命令行模式 Python和其他语言一样 它有一个命令行模式 今天咱们就来学习一下 好 知识点 今天咱们就学习一下 Python命令行模式的使用方法该怎么做 马上看实战演习 大家请看 实战演习有这么几个部分 首先说 我先看一下我现在当前所使用的Python的版本 上期给您敲过 今天咱们再来一次 PyPython空格 然后去掉E加一个-V 回撤 3.7对吧 因为我用的是最新版本 还热乎的 这个是2018年6月27号 所以说咱们用最新版本 好 比如说在今后看到我朋友 这个视频的朋友 您可能用的是更新版本 甚至说出来4.0 5.0都有可能 没关系 咱们先基于3.7 我现在这个时间点的最新版本进行讲解 我现在这个时间点 是这个俄罗斯世界杯正在进行期间 如火如荼进行当中 好的 不说了 咱们马上 然后咱们怎么进入到命令行模式呢 试一下 Python 敲上Python的这个命令行 一回撤 大家请看 出现了三个大余号 我说明这就是Python的命令行交互模式 命令符 然后咱们一个一个试一下 首先我看 咱们先用第一行命令 Plan Out 什么意思 我要打印一行Message出来 咱们试试 往控制台打印一行Message 用Plan的函数 然后要加上一个 两个引号代表这是文字类型 咱们敲啊 Hello Python Word 没有问题吧 诶 我这个单词怎么老敲不对 好 然后一回车 你看 答案出来了吧 没有问题 接下来 看我这左边刻键啊 接下来 这是什么东西 Ctrl Z Ctrl Z代表什么东西 我退出这命令行交互模式 试一下 Ctrl Z 出来了吧 然后注意 还有加个回车 你看 又回到我这个命令行的这个提示符了 对不对 好 那咱们再重新进入Python 接下来咱们干什么 是这样 大家先看这地方 Python它的这个命令行交互器呢 其实它是可以作为一个计算器使用的 对吧 咱们试试啊 看看它怎么用啊 比如说 1加1 一回车 能做吧 2加2 这都是非常简单的加法 10加20 我按照我左边的刻键做 没有问题 然后减法 5减3 没有问题 再接下来 再接下来 大家注意看 是除法了 除法有个什么问题 有个小数点问题 对不对 咱们试一试啊 比如说 30除5 得多少 6 您算的比较快啊 6.0 没有问题吧 它是不带小数的 如果带小数呢 比如说 6除5 能除吧 得多少 1.2 对吧 注意看 回车 1.2 没问题吧 它能带小数 付点数 再接下来 看我左边的刻键 11除以3 我6除5 1.2是能除进 对吧 11除以3 可是除不进 该怎么显示 注意看 回车了 够 3.666 没有问题吧 它是一大长串式 因为它是无尽的循环 对不对 OK 再接下来 这是蟒蛇 特殊有的 其他的园中 没有这种写法 两个出号 什么意思 取整 这个应该不叫取整 它没有这个 四捨五入的概念 就是说 我切掉小数位 试一下 够 只有3 它把小数位的 点666都切掉了 对不对 再接下来 再接下来 是咱们用到 这个四捨五入的写法 round 这个其他园中 也是一样 也叫round 咱们试试 round 然后 11除以3 我在没有指定 任何参数的前提下 它该怎么做 注意看 3.666 进行round 的一下之后 会显示 4嘛 对吧 四捨五入 6肯定要往上入 所以说 还入到这个 四上去 那么注意 我如果指定 个小数位 比如说 我指定两个小数位 这个时候 该怎么显示 3.6666 该怎么显示 3.667 对吧 四捨五入 OK 这是咱们小学知识了 接下来 乘法 乘法怎么做 咱们试试 比如说 2乘3 能乘吧 没有问题 然后2乘乘3 这也行吗 这个2乘乘3 什么意思 对 这是它的这个开方 三次方 没问题吧 然后2乘乘8 还能乘吧 什么意思 相当于是8个2进行相乘 对不对 这是数学知识 够 256 没有问题吧 OK 这就是简单的计算器的使用方法 其实很简单 但有朋友说 我就想用这个Windows里面带的计算器 没有问题 我也用它 这只是给你演示一下命令行的使用方式 接下来 往下看 接下来是简单的变量的运算 其实这个也是一样 有编程件的朋友都知道 比如说 咱们做两个变量 试一下 A等于10 B等于20 这是什么东西 这是两个变量 以后 A就等于10 B就等于20 那么我把A和B进行相加一下的话 30对吧 没有问题 但是大家注意 我现在是在命令行交互模式下这么敲 可以 如果咱们要编辑成一个蟒蛇python的文件 这样敲是不出结果的 您是看不到30的 那么咱们在文件中该怎么看到呢 需要加上刚才咱们看到的print函数 才能够看到 这是这个交互的命令行模式 一个特殊地方 就说我不用敲print 也能够看到结果 好 接下来 接下来咱们做一下 他这个AB的加减乘除 都试一下 A减B 多少 -10 没问题吧 OK A乘B 多少 200 A除B 多少 0.5吗 对吧 run的一下 变成1 可以吧 好 这就是简单的数学运算 再接下来 咱们做个字符 大家请看我的画面左边 首先 咱们先定义一个字符串 Hello on 我直接拷贝过来吧 Hello on 然后一回车 注意看 他就自动给我显示了 按理说是怎么做 按理说这地方 我应该是加上一个print 仅仅是因为 它是在交互控制台模式 所以说咱们不用加 也能够显示 接下来 Hello on 它本身是一个对象 既然是对象 您就知道 肯定有它自己的方法和属性 比如说 蟒蛇 Python给他们提供了一个 叫做title的方法 咱们执行一下 看什么结果 有朋友猜到 加标题 是吧 看看他怎么给咱加了标题 Go 大注意看 H 跟这个W 大写了 相当于是一个 咱们看到一个文章标题的感觉 是吧 好 咱们再来 不加标题了 加什么 Upper Upper什么意思 这跟其他语言一样 大写 所有字母都给我大写 没有问题了吗 与之相应的 lower 小写 对不对 low呢 消写 没有问题 这是他最基本的使用方式 然后再给您介绍一个概念 什么概念 转译字符 这个在四语言渣渣渣里面都是一样 C Sharp都是一样 咱们试试 比如说 我这定了一个字符串 Hello World 然后呢 附给一个STR的变量 没问题吧 大家注意一下 我这个地方 Hello 没有问题 然后是反斜-N 然后是再跟World 什么意思啊 -N 咱们大家都知道 回车 回航 一个新航 好 咱们看航 什么都没有 为什么 对 我还没有输出它 对吧 不问他一下 大请看 Hello 回车 然后呢 World 没有问题吧 OK 再接下来 咱们重新给这个ITR负值 负什么值 大家看这边 -T -T 什么意思 一个Table键 对吧 一个Table位 好 我试试 把它改成 -T 以回车 然后再Plint出来 看一下结果 回车 注意看 -T的效果 大家请看 做了一个Plint 位的回车 不是回车 做了一个Plint 位的控行 腾出了一个 -T的位置 腾出一个Table的位置 一般在这个控制台下 一个Table位 是八个字符 好 咱们再接下来 比如说 我要显示一个什么呢 因为咱们这个 反斜钢是转译字符 对不对 那么 比如说 我要在这个Windows下 显示一个路径 该怎么显示 比如说 咱们看我这画面左边 我显示一个Node NPM 这个文件的路径 该怎么显示呢 我应该这么给它复值 对不对 复安值 让我输出 看一下结果 STR 大家请看 我STR的结果 可不是我输出的 这个 我要的这个Node 这个PASS路径 它写着什么 它把-N都给我变成了回车 都给我转译了 这不是我期待的结果 我期待结果是什么 大家注意看 是我这个完整的PASS 那么怎么做 在前面我加上一个小R 就可以 咱们试一下 我前面加上一个小R 然后一回车 然后咱们再打印出来看一下 就过来了吧 对不对 换句话说 咱们如果想让一个字符串当中的 反斜杠转移字符 无效的话 怎么做 在这个字符串之前 加上一个R 告诉他 这是一个纯文字串 你不要给我做任何多余的操作 就出来了 对不对 好 那咱们再试试一个字符串 其他操作 为什么 因为这个字符串 它本身是一个数组 数组 一说到数组 那么就有下标 什么叫下标 就是这个 比如这个数组 有十个数字 对吧 或者说有十个字符 那么每个字符都有下标 比如第零个字符是C 第一个字符是冒号 第二个字符反斜杠 第三个字符是N 这就叫做下标 对吧 那么大家请看 我画面左边 我打印出某一个字符的内容 或者说某一个下标位的内容 咱们试试 比如说 咱们现在这个 STR是这么一个trum 对不对 是一个pass 比如说 我要打印它第一个字符 是什么东西 是一下 这个地方要用中括号 好 我回车 注意看 C 没有问题吧 然后这是从零开始 那么第一个字符 第一个字符 实际上对应物理的是第二个 对不对 好 咱们下标是1的字符是 冒号 下标是2的字符是 反斜杠 对吧 OK 没有问题 下标是3的字符 再做一个n 没有问题吧 这就是下标 然后打印出某一个字符位的内容 但是在蟒蛇当中 还有咱们提供一种切片的概念 咱们看一下 这个地方 比如说 我想打印出下标从1到5 该怎么做 1冒号5 冒后前是from的位置 冒后后面是to的位置 但是却不包含to 咱们看看 从1到5 这是我的内容 那么从下标位是1是哪个字符 冒号 5是哪个内容 0 1 2 3 4 5 是d 对吧 所以说我刚刚跟您说 它不包括这个5的位置 那么它应该从1到5打印出来的是 冒号反斜杠no 看看是不是结果 试一下 够 大家看 跟我想象的一样吧 它是这个from to 咱们需要指定 但是呢 包括from的下标位 却不包括to的下标位 这是它的一个特殊地方 请您注意 好 然后咱们再试试另外的写法 这个地方 我如果不加from呢 它会怎么打 这个地方 不加from 试试啊 这个地方 咱们不加from 那么它会 从开头 从0打 出来什么 加上一个c嘛 对吧 跟刚才的内容相比 OK 还有另外一种写法 该怎么做 注意看 我这个写法呢 是不指定from 只有to 那么我能不能可以指定from 不指定to呢 当然可以 咱们试一下 看什么结果 go 什么意思 只指定from 不指定to 就说明 咱们还拿这个例子来说 from是5 5是哪个字位 咱们刚才看到 是个d嘛 对吧 换句话说 从d开始 如果没有to的话 那就说 那就是说 从d开始 剩余的所有字符 都给我取出来 没有问题吧 所以这就是咱们刚刚看到的结果 d e 反斜纲 然后是npm 就是这个 字符帅切片的写法 这是在咱们这个编程过程中 非常非常的常用 OK 接下来 conrc退出 好 通过今天我给您这个例子 您能够简单的了解一下 python 他给咱们提供命令行模式 大概的使用方法 比如说咱们有些简单的程序的调试 或者说有些简单代码的实践 咱们不用说开个新文件 然后再编写文件再去运行 通过这个命令行模式也能够使用 不过这个模式 其实在咱们实用工作中 用的并不是很多 毕竟还是愿意写成一个文件 调试 编辑比较方便 对不对 OK 以上 就是今天我给您分享的所有内容了 今天代码 我会放到开新中国的服务器 今天视频会传到优酷优秀 包括B站 供您下载观看 那咱们在下个视频再见吧 拜拜